最近就是好友大S也找回二十年前的爱情 那你们有安排说就是要一起吃饭吗 或者见面 有都会有安排 然后我觉得他开心我们身边的朋友也为他祝福 很多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子 有的状况是不见得是不爱了才分开 可能很多时空的转换有缘又走在一起 祝福祝福 所以两个有没有特别聊到什么 有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联络 然后我只要知道他开心就好 当然有震惊到啊 我想大家应该都会 因为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很像电影情节可能都不一定写得出来的故事 但是我比较在意的是 就是他内心的感受 那我觉得他如果很安定很幸福 这个是做朋友做姐妹的最想看到的 那我想要学几句韩文吗 就可以到时候跟欧巴打招呼 其实小S有教我们 但他说像胸部只有他可以叫 他说我们都不能叫 因为那是他的姐夫 然后我们就只是学欧巴马 然后还有学一蹦 就是我要介绍我很漂亮我一蹦 我先生如果我染头发或者是我剪头发 换衣服变胖变瘦 他基本上都看不太出来 不是你的意思吗 我觉得他是看到我内心 我开不开心他知道 对但是我没有 我的外观他好像就比较 对对对对 他不知道大家都很羡慕他是不是 对啊 你们可以帮我提醒他一下吗 其实我挺喜欢他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跟他之间就没有这方面相处的压力 而且我也不会担心说他希望我变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蛮鼓励彼此做自己 所以在这方面我倒是觉得很安心